蓬佩奥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表态 他说中国的外交官已经越过了界限 这次他指出的是《纽约》的领事馆 上一次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直接通知 中方在72小时之内 关闭住休斯顿的领事馆 那么中方关闭了成都领事馆 那么这一切刚刚发生才一个月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信息 明确的有外交对抗升级的 这种现象 那么互相关闭领事馆 外交降级 这完全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这一时刻我们看到了美国参众两院都有议员在提案 要求美国与中华民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在这个背景下 蓬佩奥的这个表态 明确的明确的指出了 去事先向媒体透露 那么很快我们就知道了 事实上 更加密实上 更像是间谍所谓 更像是间谍所谓 而且事实上 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抓捕更多的外交官和特工 抓捕特工这个问题呢 之前有一些这个信号 比如说川普说 中国的每一个学生都是潜在的间谍 那么之后 FBI的这个局长和法务部长 都相距的提出了自己的证据 比如说每十个小时新开一个案件 过去的一年多里面已经抓捕了 或者说已经开展了两千多个案件的调查 那么媒体上公告的被抓捕的中国的这些访问学者 甚至已经加入美国公民的 无论是从事科研的还是从事民运的 甚至刚刚抓了一个警察 那么他是以政治庇护的方式 留在美国 继而获得供应权 参加了美国陆军 退役以后 又担任了纽约警察 这一切都指向了 中国住在美国的外交使团 抓捕更多的特工 这个我们相信 进一步的进行筛查 这个也可以相信 但是有更多的外交官被捕 这一点就不太容易了 因为我们知道 许多外交官他事实上获得豁免 所谓的被捕也就是为了驱逐 做好一个法理上的基础 而且有一些人是不会被捕的 这涉及到两国 在现有邦交的条件下 必须要尊重的外交原则 我们之前看到最多的是那种交通违章 你可以追到大使馆 但是你不能逮捕他 那么很多人 一直在说这是不公平的现象 但是这种不公平 在世界各国其实都有发生 那么如果说双方驱逐外交官 降低外交使团的人数 打这种外交战 驱逐甚至交换间谍 这一切听起来都像冷战时期的故事 那么今天又摆到桌面上 完全可以认为 中美之间其实已经进入了新的冷战 而且事实上我们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宣布 十月份就卸任了 那么接替他的不是一个新大使 而是一个临时代办 这一切都在表态 告诉我们真实的中美关系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蓬佩奥已经不仅仅是针对 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了 甚至把话题延伸到 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那么这些间谍活动 事实上长期存在 只要有国家的存在 间谍就没有终止过 之前我们看到很多间谍 尤其是中方在美国暴露出来的 主要是工业间谍 商业间谍 那么现在涉及的面就更广了 直接指向 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 这种间谍行为 那就不仅仅是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侵犯美国公司和公民的隐私 利益 事实上涉及到国与国之间 已经开始打间谍战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中美之间按现在的模式走下去 如果说 没有任何调整的迹象 那么断交 就将成为一种可能 前期只是说 有可能脱钩 再前面呢 全球化终止 其实我们知道 全球化不太容易终止 只不过 因为疫情的原因 它加速了这种趋势 或者说 有更多的企业从中国撤离 产业的转移 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那么中美之间 现在看起来 要走向 激烈的对抗 不要猜测 新的冷战会不会爆发 事实上它已经开始了 我们都知道美国还有40天 就面临着大选了 所有善良的人都在希望 40天以后 能够缓解这种对峙 老百姓 老百姓在奢望 中美之间 能回到从前 那么丧人 更是 不太愿意 因为两国 对抗 导致经济上的损失 现在我们看到缓和的迹象 越来越少 而且在短期内 就有可能 它仅仅是人们的一个期望 蓬佩奥正在做着一些 国际访问 包括即将到达梵蒂冈 当面向教皇阐述 中国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 其实我们知道 他之前一直在说服 欧洲的盟友 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蓬佩奥没有闭嘴 他事实上还在做着 他所希望的事情 中国政府连续的指责他 甚至把他称为一个撒谎的人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缓和的迹象 从今天我们看到的消息来看 短期内 这种对峙 尤其是在国务院领导下 事实上 出现的是 更加激励 而且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就把这些政策取代掉 因为 从目前的情况下来看 不仅蓬佩奥的表态 没有引起两党任何争议 而且极有可能 他是2024年 参加总统竞选的一位候选人 他今天所发出的这些言论 极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 未来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政策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看一下 谢谢观看